現在開始上整個國中階段的學習重點 也是考試的重點 第一個叫做電流磁效應 顧名思義電流磁效應就是電會生磁 這我們在前面講西方磁學班的時候講過 這位二斯特先生發現了電流會產生磁 看看底下的圖 最左邊我們電流這樣子磁針這樣偏 中間那個跟我們左邊這個電流方向不一樣 直針偏轉方向不一樣 右邊這兩個電流方向一樣 可是一個放上方一個放下方 直針偏轉方向也不一樣 這就是以後的考試題目 我告訴我電流這樣子磁針放在這一邊 請問你它偏向哪一方 就考這個要把這個是學會 知道它的偏轉方向 這叫做電流磁效應 通過電流之後 會產生磁場 產生磁力 這叫做電流磁效應 這個磁效應 是因為電流來的 所以任何東西 只要有通過電流 就會產生磁效應 不是磁性物質也沒有關係 同導線 同不是磁性物質 同導線通了電流 周圍一樣也會有磁場 所以再說一次 這個磁場是因為電流來的 所以任何東西 只要有電流就可以有磁場 你有辦法讓塑膠通過電流 那塑膠旁邊也是一樣會有磁場 所以要電流磁效應 那麼這個磁場就代表磁力 會有大小跟方向 那請問你電流產生的磁場 大小其方向怎麼樣 國中接管大小不太重要 最多告訴你跟叉叉成正比 跟圈圈成反比 但是重要是方向 重要考試比較會考的也是方向 他講過磁針偏向哪一方 這是我們的重點 第一個 我們的二斯特先生 發現了電流磁效應之後 安培大哥去做了仔細的研究 然後得到了一些經驗 這個結論提出了所謂的安培定律 跟安培用手定者 安培定律是講大小的 就是我們講長磁導線 長就是很長 這樣沒有邊界的問題 直直的 直直的 那當我會有彎的 彎的會有別的狀況以後再說 然後再說長磁導線 那麼他的磁場大小跟電流成正比 跟距離成反比 跟電流成正比很正常嘛 因為電流來的 所以電流越大 直長越大 很正常 跟距離成反比 沒有平方喔 就是距離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他有一個能量 分佈在他周圍這一圈 那麼越大圈分的就會越少嘛 對不對 比例分的就越少 那麼圓周是2拍R嘛 座長是2拍R 所以 這麼能量除以2拍R分每分那麼多 所以是R分之一 所以是跟距離成反比 這就記下來跟電流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講過的重點是什麼 方向 方向用所謂的安培右手定則 我們現在講的是長直導線 就要長直導線 就要電流流向我們的上方 撐出你的右手握住它 握住它 那麼這個電流是直的 我的大拇指是直的 所以大拇指的方向就代表電流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我的電流的方向 大拇指朝上就電流朝上 大拇指朝右電流朝右 告訴你電流朝東 大拇指叫朝東 告訴你說電流朝北 大拇指叫朝北 那麼旁邊那個四個手指頭握起來這一圈 就是我的磁場或者說我的磁力線 這一圈的樣子就是磁力線的樣子 一圈一圈的樣子 然後呢 就是它的所謂的磁場的方向 那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我待會再講一次 這一圈是磁力線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問一次 再說一次 就這樣子 所以這一圈就代表我的磁場 好 那注意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磁力線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OK 所以一圈一圈 所有所謂的切線 切線那回事 等一下會再講這件事情 所以同學 更重要還有一個觀念叫做 只要有電流就會有磁場 所以上面每一小段有電流的都有磁場 每一小段有電流的都有磁場 所以整個出起來是一個圓柱體的 整個出來是圓柱體的磁場 每一圈都有 懂意思嗎 每一圈都有 這件事情要講羅線管的時候再用到 每一點都會造成磁場 等我們後面要交羅線管的時候用到這個想法 OK 所以哪一個做這個動畫 現在暫時停在這裡 看到右手邊 大拇指握 電流朝上 旁邊的黃色箭頭就是我的磁力線 我的磁場方向再會繞圈圈 有一個同心圓 同心圓 這就是所謂的安培右手定者 可以嗎 可以 可以